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子荣 盘市变化莫测 在于昨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盘市是呈现收红 但是在于今天礼拜三 一早开盘的当下 就是以低盘来做一个开出 所以该怎么做 当然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就必须要有一套 值得你自己所信赖的 城市交易系统 而这个系统 就是陈总所告诉你的精彩旗指 每天在8点45分 一早开盘的当下 你就是已经是做好准备 因为我们的系统 在8点45分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说 今天的高点是在哪里 低点是在哪里 当高点来临的时候就是放空 当低点来临的时候就是做多 所以高空低多低多高空 如此的情况之下 每一天你都可以做赢 所以我们的城市交易 精彩旗指完胜获利 已经深得市场上面 绝大多数人的认同 那也因此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一定要来试试看 因为在于礼拜二的时候 精彩旗指又是完胜获利了 好究竟怎么来试试看呢 当然你就必须打电话进来做个咨询 而且你必须要办好手续 今天给大家试试价 所以不管怎么样 欢迎大家来试吃 真的不怕你货比货 好 各位今天你可以来试 而且是给大家这个试吃价 试吃价是最低的门槛 最低的门槛 当然绝对不是免费提供你来试吃 这个地方一定要非常清楚 我们会有门槛 这个门槛是最低的门槛给你做试吃价 所以今天来电办好手续的投资朋友 除了期货选择权 另外陈总再额外提供你 即时版软体 即时版软体 各位这个就是呢 你所需要的一套软体 精彩旗指 完胜获利 即时版软体 好 那当然大家也看到 我们的测标已经是写得非常清楚 今天是礼拜三 又是周选择权的结算 所以我们就已经是做好准备 启动了我们的倍数交易模式 什么叫做倍数交易模式呢 因为当周选择权在做结算的当下 买卖权只要是深度价外的 其实都会归零 那也因此呢 我们就是站在卖方 站在c方 我们站在卖方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赚的是什么 我们要截取的是什么 就是他的权利金 所以今天陈总再次的告诉大家 在于8点45分就已经是做好准备 所以我们策略正确的情况之下 当然会持续的赢下去 可是你为什么会输呢 因为你没有我的精彩软体 因为你整天盯盘 因为你根本没有把握 所以你绝对会输 各位盘式变化莫测 再次的跟大家讲 盘式变化莫测 昨天是呈现涨势 今天一开盘是直接开低盘 现在呈现重挫 该怎么做 昨天去留多单 今天一早开盘的 那你就脸又绿了 因为今天怎么样 直线的就是低盘来做开出 所以我们先从我们的选择权 跟大家谈起 选择权的倍数稳赢策略 好请看 这是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的选择权 在于1点22分21秒 好我们的选择权 这里告诉大家什么呢 一月选择权 7700点的卖权 24点做卖出 同时一月选择权 7800点的买权 63点做卖出 各位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重点 你所看到的重点是什么 你所看到的重点就是在 卖出 卖出有没有看到 就是站在卖方 好那么卖方的一个部分来说 各位7700的卖权 跟7800点的买权 也就是买卖权 同时站在卖方 都是站在C方 好那因为站在C方的话 你的资金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好那在这里 7700的卖权是卖在24点 然后7800点的卖权 是卖在63点 好那我们就从图形上面来跟大家 好在这里做个说明 那么我们站在C方出去之后 那你会知道说呢 我为什么要选择的是 7700的卖权跟7800的买权 因为我预估这个盘式来看的话 各位它会在7700到7800点之间 7700到7800点之间 那现在呢 礼拜三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即时报价 在即时报价里面呢 各位现在的现货盘是在7747点 7747 7757这个位置 那你看到我选的 旅约价格 7700 7700到7800点 是不是就是刚好呢 目前加权指数呢 就在这个时间点这个位置 好那7747点这个位置 它是不是在7700点到7800点之间 是好这里呢 就是做了一个明确的正确的策略 那也因此呢 各位那目前呢 7700跟7800 目前加权指数在中间 所以它是不是呢 属一个价外 那如果是深度价外的话 是怎么样 全部到了结算的时候 就会归零 所以呢我们站在C方的话 那在这的话呢 其实就是要赚它的时间价值 或者是赚它的权利金 所以请看 在于呢7800点的买权 我们是不是站在C方 各位请看7800点的买权 63点卖出 我在这里是站在卖方 好 那我在63点卖出 各位我当时下单是在1.22分 1.22分63点做卖出 卖完之后结果怎么样 各位往下跌到了25点 所以从63点跌到了25点 这里整整是多少 跌了65个百分点 跌了65% 那各位投资朋友 你的心算比较快的 63减掉25 是不是38 所以你在这里 是不是赚尽了38点 你在这里是不是38点 所以你看到我卖在63点 我到低点的时候再来做回补 各位这里是不是呢 高空低补 是不是 各位63点做卖出 25点做回补 我在这里足足 是不是你就赚尽了38点 而且这一笔呢 你的报酬率是多少 65个百分点 这里呢各位 在这里的话下跌多少 65%下跌65% 所以你是不是赚到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对照一次 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7700点的卖权 7700点的卖权 24点做卖出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7700点的卖权 好 1点22分 各位我们所发出去的讯息是什么 是不是1点22分 对 1点22分 这是在1月18号 那我们留仓到1月19号 所以1点22分在24点做卖出 结果档到哪里 往下档到了9点 所以24点来到 抱歉这里更正一下6点 24点档到了6点 所以你看24往下跌到了6点 而这里是不是整整下跌了75% 那各位24减掉6是多少 各位是不是18点 好 那你看到哦 我卖在24结果档到6 好我就是24减6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不是18点 好 那刚才这里不是算过吗 这里63减掉25对不对 所以63减掉25的话 那在这里是不是多少 这里38点 所以你看到38点再加上 这里是不是18点 再加18点 我把它加上来 所以利用我们的就是倍数稳资策略 所以这里就56点 对不对 好这56点 那各位56点 1.50块钱的话 好你这边算一算的话 各位在这里是多少 是不是将近是有2500块钱左右 那就是一组 我们做一组 好我们双边的话 我们说叫做一组 好叫一组 所以呢做一组的话 是不是2500块钱 所以你看到这个如果说每一次 每个礼拜三的周选择权要结算的当下 我们每个礼拜三都做这么一次的话 那亲爱的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叫做必胜 因为深度价外一定 买卖权都会归零 所以就必胜 所以呢各位我们来看这里 你看 我们的8点56分24秒 在于礼拜二的时候 倍数交易的部分来说 各位7800点的买权 这里顺利平仓出场 对不对 7700点的卖权 也是做平仓出场动作 所以呢整整呢 各位今天又是礼拜三了 对不对 礼拜三 各位我们又是要启动了 我们的选择权的倍数交易 那么在于礼拜二的时候呢 已经是加起来是140% 140% 140% 再来看一次 各位这里是65% 而在这里的话呢是多少 75% 所以你看到这里75% 再加65%是不是多少 140% 那今天呢 礼拜三我们又要启动呢 我们的倍数稳资策略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因为呢我就是要带着你呢 来做单 尤其呢在尾盘的时候呢 尤其在礼拜三尾盘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做什么 也就是一月份 第四周的买卖权 好所以呢在这里呢 请各位投资朋友 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试试看 那你会说怎么那么准啊 各位如果天天都有一倍的话 五天就有五倍 天天有一倍 五天有五倍 你会说陈总 怎么那么准呢 怎么那么厉害呢 怎么可能天天有一倍呢 各位最近的行情真的非常大 对不对 动不动的话呢 就是1.9个百分点的涨跌幅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让投资朋友知道说 天天有一倍 五天就有五倍 所以今天打电话进来 今天来电的投资朋友 今天办好手续给你试吃价 最低的门槛 并且呢 还额外的给你即时版的软体 除了期货选择权之外 还有即时版的软体 请各位投资朋友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那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再讲期货的部分 头痛 请用一分钟 吹记贴 请用记贴五分钟 五分钟 跑 决战一分钟 不再追高杀低 买在起长点 空在起别点 第一分钟 决定你的财富 紫荣老师给你 领先体验 送你软体 简讯加软体 决战一分钟 02 2578 3777 2578 3777 心在痛 胃也痛 头更痛 怎么办 该吃什么药 后脑仓就是好药 高空 低多 压力突破 市价多 策略要对 点位要对 信息通知更要对 精彩指数 让您天天期待等开盘 亚洲投顾祝福您 做得轻松 活着精彩 02 2578 3777 2578 3777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 决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年纪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旅评险加买附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效期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带店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欢哦 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来 磐势变化莫测 亲爱的投资朋友 真的不要轻忽这个磐势 它的一个走势呢 绝对是超乎市场预期之外的 那可是问题是在于说 为什么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对 过去对 现在对 未来还是要持续对 因为是在于说 我们在8点45分就已经是做好准备 而且策略正确当然一定会赢 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输 各位你以为昨天涨今天还会再续涨吗 天底下没有叫做一定的事情 尤其是在股票市场 或者是在于期货市场 没有一定的事情 所以你整天盯盘 所以你没有把握 当然你就会继续的输下去 可是问题是在于说 有没有什么叫做保命符 可以让你持续对下去的 当然是有 就是我的城市交易 精彩奇指完胜获利 所以你一定要来试试看 而在于今天给大家试吃价 真的是一个最低的门槛 你一定要来试吃看看 好 那么除了这个精彩软体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你必须也要有一个好的老师 所以你所需要的好老师是什么 第一个简讯通知 明确的进出场点 这个叫做基本配备 第二个要预设停利停损点 这个也叫做基本配备 这是你一定要的 第三个我告诉大家 只有陈总这里有 其他绝对没有 叫做当停利点停损点来临的时候 那我会在第一个时间 再通知平仓 各位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再 而且画了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这个再通知平仓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要再通知平仓 因为我要保障你的获利 控制你的风险 我希望你不会由一笔 赚钱的单子变成赔钱 我也不希望你的风险持续的扩大 所以你就是好好的跟着我安心操作 也因此我就会再通知做平仓动作 不管是停利或者是停损点 来临的时候我还会再通知你平仓 目的就是如此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期货的部分 其实期货的部分来说 在于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的软体早在8点45分的时候 通知大家 当然你一定就是要来试试我的软体呀 各位你知道吗 在昨天的软体 8点45分的时候 放空在7819 做多在7753 所以多空总共是154点 好那你看哦 我们的软体呢 8点45分的时候通知你 所以各位你真的不用害怕 你不用怀疑 今天陈总所看到的软体数字 跟我们研究员所看到的软体数字 以及呢亲爱的 你现在在盘中对不对 好那你有我的软体的话 就请你呢打开你的电脑 然后来对一下我们的数字 当然在这里一定是一模一样 如果有任何虚伪造假 陈总在这里会费还给你 然后赔你都可以 好请看 8点45分的时候放空在7819点 然后呢8点45分的时候 一样告诉你哦 做多在7753点 各位这是礼拜二 礼拜二的高低点 几乎是空在早盘的最高点 几乎是买在全部的最低点 各位在这里我不是跟大家讲说吗 为什么要知道高低点 高点来临的时候放空 低点来临的时候做多 就是这样做啊 每天轻轻松松做 真的很轻松 所以请看8点45分放空在7819 结果这一笔空单来说呢 下跌了66点 而呢8点45分 同样同一个时间点告诉你哦 这两个数字是 同一个时间点出现的 所以你能不能够在这个地方 以意代劳 慢慢等啊 等我的空点到的时候 就去下空单 等我的多点到的时候 就去下多单 各位这样赚钱是不是很轻松啊 好请看 8点45分多单在7753点 这笔多单大涨88点 那请问一下 在于当下的最低点是在哪里 7750点 那买在哪里 7753点 对 这个叫做穿价成交 所以你不用跟我提到说呢 诶 陈总这里能不能够保证成交 各位我们的软体会员在这里 绝对可以保证成交 因为买在7753 结果是直接穿价到7750 所以你看到是不是直接往下穿 穿到7750 那你挂7753在这边等 等多单你是不是能够买得到 当然是 那这一笔放空在7819 这是在早盘的最高点 那等于说是点到成交 因为没有穿价上去 可是你会说 有部分的人有做到啊 好那有做到的话 这个恭喜你 就是下跌66点 那没做到的没关系啊 这笔多单 结果是上涨88点 结果多空总共是多少 154点 好 那么154点里面 各位如果说呢 154点在这算的话 那你是不是呢 就是有3万块钱 好 今天陈总不会跟你讲说 两口单三口单啊 我就是直接跟你讲一口单就好 好 这个地方就是3万块钱 那你会问说 我这里下跌66点 那陈总不好意思 我没有赚这么多耶 那没有关系啊 你还是赚钱啊 在这里你停利30点可以吧 66点里面你有30点可以吧 当然可以啊 那你会说 我这笔多单88点 我没有赚到88点 我只赚到30点耶 那各位我也恭喜你啊 因为你赚到30点 那这两笔 一空一多 这里30点停利 这里30点 30加30是多少 60点耶 所以单单一天的时间里面 你就可以赚进多少 60点耶 恭喜你 所以我们的软体会员呢 各位 所以你就是赚进了60点 是不是1万2千块钱 60点 对不对 每天不流仓 你还是持续不断的作对下去啊 谁说说这个期货一定要流仓 才会赚大的 no当然不是啊 现在的盘式变化莫测 我跟大家提到变化莫测 不是你想象中一定怎么样 就能怎么样的 而是在于说你必须依照我的指标来操作 叫做精彩奇指完胜获利 有了他之后每一天你都会对 各位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呢 认同我们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多 而且每个人争相恐后的都要来试试看 好所以陈总才会跟大家讲说 那我就开放试吃价嘛 对不对 最低的门槛 优惠给大家 好请看这里呢 是不是停利30点 这里停利30点 各位不管怎么样 软体会员的话 那么你就赚进了1万2千块钱 各位你就是赚了60点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软体有没有跟你讲 8点45分的时候 7819点放空 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 当大家都有我的系统之后你没有 你不是输人家很多 而且万一你没有 你还自己乱做 各位你乱做的下场是怎么样 可能又要血本无归了 好那我们再来看 8点45分的时候 7753点 各位在这里是不是叫你做多 是啊 什么时间点 8点45分 各位一早开盘的时候 你就是站在最有力的时间点 你已经是赢了别人3分之2了 了解吗 当别人还在那边看一下 等一下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说 我应该在7753点这里呢 就是做多单 各位你看这个是不是很轻松做啊 所以你看到 7753点在这里 当下在8点45分告诉你 你等到什么时候可以成交 10点半 10点半你才会看到7753 这个数字出来 甚至穿加到7750 所以你看到这两笔 是不是8点45分告诉你 然后你在盘中的时候 就是等这两个数字出现 而这个数字出现之后呢 各位你就可以充容的去下空单 这个数字出现之后 你就可以充容的去下多单 这样子是不是圣券在握以意代劳 每天都轻松做每天都做对 好那接下来呢 陈总要讲我们清代的部分 在于清代的一个部分里面来说的话呢 各位那么在当下的时候 然后礼拜二是转进了52点 抱歉我在这里 这个转这个字用语稍微更正一下 在这里呢就已经有52点入贷 好请看 这是我们在礼拜二的清代成员 好我在这边写一个清 好清代成员 发出去的简讯呢是在9点43分 放空在7819点 好同步进行操作 结果这里呢下滑22点之后呢 顺利平仓出场 各位在9点56分的时候 平在7797点 各位你有我的讯息的话 你会乱做吗 你绝对不会乱做嘛 你不会到这里的时候 结果呢 勇敢的去做多 拜托你 你在这里去做多 就算是尾盘拉上去了 请你告诉陈总 你在这里做多尾盘拉上去 请问这一段你怎么办 你早就已经多单洗出场了啦 你早就已经是sayunana再见了啦 那你说后面拉上去 拉到7841点最高点 问题是你在这里就已经怎么样 就已经煞雨而归啦 你这里的多单就已经停损啦 那可是你看到我们的清代成员 在9点43分所发出去的讯息 也是一样 7753点做多单 结果呢 在这里停例30点 所以呢这里呢 22点再加30点 各位我们的清代成员呢 足足就赚进了多少 各位这里叫做52点 所以52点的话呢 各位我们清代成员 足足就是赚进多少 就是将近1万块钱 一口单 一天的时间里面 就是这样 那我们也发出简讯通知大家 所以请看我们清代成员的简讯 这里有一个清 9点43分 7753多单 7819空单 好 那另外呢 我们要做停例的时候 我也同样的告诉我们的成员 所以不管今天做对做错 我们都还会再补一笔 要出场的单子 各位这是我们的清代成员 7819空单 报价7797 做顺利平仓动作 所以这一笔呢 足足是赚进了22点 所以恭喜你 所以呢 在于清代的部分来说的话呢 52点放到你的口袋里面 现金放到口袋 所以亲爱的 在这里你一定就是要打电话 来试试看 每一天都要做对 怎么样做对 所以你就必须办好手续 给你最低的试吃价 期货选择权 另外再提供额外的即时版软体 请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最后陈总也祝福全国的投资朋友 做得轻松 活得精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决战一分钟 不再追高杀低 买在起掌点 空在起跌点 第一分钟 决定你的财富 紫荣老师给你 领先体验 送你软体 简讯加软体 决战一分钟 02 2578 3777 2578 377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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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